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天文学博士的研究生凯特 在例行太空观测中 意外发现一颗不知名的彗星进入了太阳系 连油腻邋遢的书呆子教授兰德尔也为这个发现兴奋不已 不过在精密计算过这颗彗星的速度和运行轨迹后 兰德尔教授不淡定了 他立刻联系了国家航空航天局下属 行星防御协调办公室主任 太空科学家奥格尔索普博士泰迪 片中还有型提示这是真实机构 并且嘲笑了该机构的标志 像动画片一样发起可笑 主任泰迪很严肃 得知兰德尔教授的计算结果后 他十分震惊 这颗直径10公里的彗星 居然将在6个月14天后撞击地球 于是这两名科学家被迅速接到白宫 在泰迪的安排下 直接向总统和五角大楼做汇报 但总统实在太忙了 除了提名一个曾经演过毛片的人做大法官 还要给跟班过生日 研究跨性别者怎么上厕所等等 彗星撞地球这事 愣是被推到了第二天 领导前将军还用白宫的免费食品 骗了兰德尔教授20美刀 影片在这里毫不客气地批判了白宫政治 像小丑一样无聊又滑稽 不过这仅仅是开始 第二天科学家终于进到了椭圆办公室 墙上合影照片中 总统丈夫的衣着非常耐人寻味 没想到两人进来后 奥尔良总统更关注的是 凯特穿的鞋子和中期选举 而他的幕僚长儿子 更是对州立大学嗤之以鼻 总统的最终答复是 先请常春藤大学科学家做评估 静观其变 静观并不重视 但幕僚长提醒这是最高机密 镜头一转 科技巨头皮特的出场 清楚说明了谁才是真正的老板 他以上帝身份 推出了最新款智能手机 在皮老板上场前 发布会竟然要求与会者 不许有眼神交流 不许移动咳嗽或流露质疑的表情 刚刚走出会场 皮老板就接到最高机密 会星即将撞上地球 这边在白宫的冷宇 让兰德尔教授和凯特 下决心向媒体披露 这个影响整个星球命运的 爆炸性消息 好在纽约先驱报 认为具有新闻价值 于是两位科学家被推上了 先驱报旗下的电视节目 天天爆料 上节目前 社交焦虑症 让兰德尔教授呼吸急促 心跳加速 好在他们被安排在最后出场 看到前面等候出场的 当红歌姓莉莉 兰德尔教授对他与男友分手 表示了同情 没想到莉莉直接对他说 这跟他没任何关系 还骂他是老家伙 另一边 蓝太太和两个儿子 一直等着兰德尔教授上电视 因为两个儿子 给歌姓莉莉的节目点了赛 手机就自动购买了 莉莉的两首单曲 影片借此调侃了 是对手机对现代人生活方式的改变 它让全人类都成为低头族 显然 歌姓莉莉的私生活 引起人们的广泛热议 轮到兰德尔教授和凯特时 两个王牌主持人 还处在收视率充高的兴奋中 将科学家的重大天文发现 当成了垃圾时间 一直神砍外星生命和飞碟 最终凯特忍无可忍大喊起来 你们知道这颗彗星撞地球的意义吗 它的威力相当于100万颗广岛原子弹 这个星球要完蛋了 所有人都他妈死定了 说完他愤而离开 谁知节目的效果竟然是反面的 星球毁灭的警告成了笑话 而女主持人布里 竟然感觉犹腻大叔 兰德尔教授性感逼人 对于凯特的言论 阴谋论认为是 犹太富豪编造的谎言 想让大家的恐慌中大捞一笔 而凯特发怒的画面 被制作成无数标情包 媒体的娱乐智商 也成为影片批判的对象 没想到的是 也正是媒体和网络的无孔不入 为彗星危机事件带来决定性转机 奥尔良总统与大法官提名人 暗自偷行被曝光 总统竟然为情人发送了隐秘照片 很快兰德尔教授和泰迪 被FBI再次请到了白宫 而凯特更是悲催的戴了头套 后来证明这是总统的幕僚长儿子 为了好玩特意安排的 总之为了转移民众对性丑闻的注意力 总统以媒体直播方式 宣布了这一重磅消息 同时宣布 他已划播专用款项 并得到两回批准 美国将用装载核弹的航天飞机 和众多卫星 将会星撞离轨道 其实本来可以使用远程技术 但因为美国需要拯救人类的英雄 所以总统安排 派出爱国者本尼 执行这次勇敢任务 而知情人都知道 本尼是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 二梁总统成功扭转颓势 支持率飙升 一举赢得中期选举 惠星危机也终于引起人们的注意 股市剧烈震荡 兰德尔教授成了白宫首席科学家 也成了超级网红 他经常上部里的天天爆料节目 安抚惊慌的观众 也安抚了美女主持 那颗孤独的心 终于在天文学家兰德尔教授和凯特惊慌了三个月后 决定地球命运的重大时刻终于来临 洛曼底登陆以来的最大规模军事行动 壮提彗星的航天飞船和卫星群开始发射 补充说明一下 通过向小行星发射核导弹造成偏航 确实是美国政府的官方政策 众人集聚在一起观看火箭发射 所有运载火箭全部发射成功 民众欢呼雀跃 就在发射前读面时 一个不相关的人物走进了指挥中心 世界首富皮特为发射成功鼓掌后 皮老板用命令的口气将总统叫出指挥中心 我们才知道原来皮老板是 二良总统竞选活动的阅三助人 全力成为资本的附庸 在此一目了然 就在皮特和二良总统秘密交谈后 人们发现所有发射升天的运载火箭 忽然全部调转方向返回地面 怎么回事呢 因为皮老板得到光谱研究数据 这颗卫星上富含地球几近绝技的 价值百万亿的稀缺矿物质 坐在角落的首席科学家兰德尔教授 提出质疑 如果地球人都死了 百万亿美元的意义在哪里呢 皮老板的科学家阵容完全是诺贝尔奖组合 不知比兰德尔教授强大了多少倍 他的计划是 发射开采无人机到彗星表面 然后执行分段裂变反应 将彗星炸裂成30多个小块 落入太平洋后再回收 皮老板补充说 有了这些宝藏 地球上的贫困 社会不公等 所有问题都将成为过去 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是像皮特和二良总统这样的权贵 他们会画饼 能够让你闻到香味的饼 但三位天文学家意识到 皮老板的计划太过理想 人类已经面临灭顶之灾 凯特气愤的将这一消息 讲给了酒吧内的顾客们 彗星危机的内幕被曝光 立刻引起了巨大骚乱 凯特被真正逮捕 再次戴上了头套 在承诺退出天文界 不再发表相关言论后 凯特获得了有条件释放 当然皮老板的巴士公司股票疯狂爆炸 蓝德尔教授最新于他的几十万粉丝 成为皮老板的宣传工具 不过很快他和主持人不理的关系爆雷了 蓝太太堵个阵着 社会很快又恢复正常 很多人认为会心能够被控制 也有不少人认为根本就没有会心 威严总经的凯特成了反社会者 不过他也因此得到了另一个反社会者帅哥 有耳的青睐 距离撞击日还剩25天了 那一天刚好是凯特的减肥计划最后一天 好莱坞愣是在几个月内投资3亿美金 感知了一部末日大片 全面毁灭要在撞击日上映 画面多次给出蓝德尔教授化妆的场景 表明现在的蓝德尔教授 已经失去了他的本来面目 复合着主持人说了几个月 违心化的蓝德尔教授终于无法忍受 像当初凯特一样发飙了 一颗珠穆朗玛峰一样大的会心 朝地球呼啸而来 这不是一件好事 美国总统在说谎 整个政府都疯了 我们都会死 蓝德尔教授终于说出了深满心中的真相 几天后 蓝德尔教授同样被逮捕 被开除 被签保证书 然后被释放 而此时撞向地球的会心 已经尽到肉眼可辩 蓝德尔教授向所有人大声疾呼 向上看 另一面 以总统为代表的资本方 极力鼓吹 会心开采 会带来绝对的工作机会 会实现理想社会 他痛指蓝德尔教授代表的危机派 是制造恐慌 并喊出了更加响亮的口号 不要向上看 当红歌星莉莉 站在了蓝德尔教授一方 她举办了规模空前的旧式演唱会 这里特别说明 莉莉确实是歌坛巨星扮演 她的本名是阿丽亚娜·格兰德 而演唱会上的歌曲 正是阿丽亚娜为本篇特别编写的 歌中唱到 界限很快 让我们有了隔阂 我笨拙的内心呼喊 快抬望也向上看 我们无处躲闪 抱紧你的爱 不要放开 这一次我们真的搞砸了 庆祝吧 哭泣吧 祈祷吧 也许明天真的不会到来 此时泰迪和兰德尔教授 将唯一的希望 寄托于中俄印三国的联合偏航计划 但就在发射器即将启动之际 发射场却神秘爆炸 可见皮老板八十集团的势力触角 已经遍及全球 现在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皮老板的 分段裂变计划了 兰德尔教授陷入绝望 总统代表的权贵资本 依然在带领人们高喊 不要向上看 但会心已经越来越近 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政府的骗局 皮老板的开采机发射计划 也进入倒计时 在职会中心皮老板谈到 他用八十公司的量子算法算出 兰德尔教授将死于孤独 阿尔良总统十分好奇自己的死法 皮老板说你将被布朗特罗吃掉 但我也不知道布朗特罗是啥 闲量过后发射倒计时开始 全世界的人都在祈祷计划成功 此时的兰德尔教授 带着凯特和他的男友回到了家中 从迷失中的回归使他获得了妻子的原谅 大家一起动手准备一顿丰盛的最后晚餐 可惜的是行星防御办主任老朋友泰迪也来了 三十台八十开采机发射升空 不妙的是有几台在升空过程中就坠毁 但尚在容错误差范围内 皮老板依然信心十足 稍后开采机降落在彗星表面时 又有几台因碰撞被毁 皮老板也开始紧张了 指挥中心发出命令开始同步爆破分离 顿时停留在彗星上的开采机同时爆炸 场面非常壮观 没一会儿爆破分离的完整报告就出炉了 他们的爆破竟然只伤及了表面 彗星依然完整 整个计划失败 皮老板看上去依然淡定的微笑着 没事没事我去一趟洗手间 旁边的总统扔下了儿子 也紧随皮老板去了洗手间 指挥中心工作人员纷纷逃离 要在最后时刻陪伴家人 兰德尔教授亲人朋友们围坐餐桌 听着淡淡的爵士乐 在尤尔的带领下虔诚的念诵了饭前祷告 世界各地的人们 不管是白昼里的黑夜里的 还是不同人种不同信仰的人们 都见证了彗星进入大气层 燃烧着冲向地球的景象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皮老板的算法并不准 兰德尔教授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下死去 这部影片表达了一个基本观点 世界正在向最坏的方向发展 叙述中使用了很多睿智的幽默 但其目的不仅仅是让人发笑 更是为了不让人哭 尽管我们还没有面临地球悲壮的局面 但影片中展示的危机处理过程 却在真实不过 影片中穿插了大量的地球脉动画面 这些可爱的自然和生活画面 更加提升了观者的情绪和紧迫感 如果你心心体会就会发现 这部喜剧电影其实充满了愤怒 滥用权力 种族主义 腐败政治 媒体和好莱坞的娱乐至上 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等等 这些都成为影片的批判对象 但更加可憎的是 资本像魔鬼一样控制了整个世界 不要抬头 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人们的生活方式 这是创作者对多年来 世界变得如此疯狂的强烈质疑 他通过影片的方式 呼吁人们抬起头 看一看世界真正发生的事情 然后还是有然后的 影片在两段花絮中 展示了故事更加暗黑的结局 22000多年后 一艘宇宙飞船 在这低温睡眠的 以皮老板为首的 世界富豪和政要们降落在一颗十分美丽的 一具星球上 阿尔良总统兴奋的抚摸一只巨鸟 却不幸被巨鸟捉死 皮老板忽然意识到 这只鸟就是布朗特罗 最后一段花絮表明 大难过后 地球上还有一个人奇迹生还 你能猜出是谁吗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片片名不要抬头 这部作品是在其精致的制作底下 却蕴藏着众多的影射和暗示 不过这需要观众自主甄别的 本片已经不能用好与坏去评判了 在娱乐之上的时代 严肃精神已濒临灭绝 导致现代人趋向集体的麻木不仁 甚至世界末日都无法将他们唤醒 看完只剩荒唐和无奈